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收看 天如長景 Sky Finance 讀卡程獻踢爆華爾街 我是孫柏文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段新聞 這段新聞本身不是很起眼 新港城在廣東道海運對面 新港城的舖位 以前做羽絨城 變成Levi's 而租金的關鍵位 為何拿出來討論 租金是30萬 30多還是少 當然要比較 最好的比較是以前的租金 其實原來羽絨城在10年前 即是2007年 搬進去新港城的時候 新港中心 只是27萬租 等於10年之內 租金只升了3萬元 大了10% 問題是 也有升 錯 因為原來羽絨城 租近差不多9年 2015還是2016年搬走 原來累積租金升幅 由8成半 等於50幾60萬 之後同一個舖位 原本是50萬租出 租不到35萬 根據《蘋果報》報道 35萬也租不出 現在30萬就成了租 好了 其實想說些甚麼 好東西 這當然是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廣東道最輝煌 即是在國內的信貸泡沫 最瘋狂的時候 即是2011、2012年 我記得我去廣東道 因為我很喜歡去光顧 新港中心的頂太風 哇 簡直有餘 不需要離開香港 香港都好像做了遊客 整條街都是說普通話 連那些報攤都沒有怎樣賣香港的本地 目標給香港人看的刊物 都是有很多香港印刷的刊物 不過全部都是簡體字 例如踢白蝦當時胡錦濤 胡錦濤秘史 那些 無論如何 這部分是甚麼 我十年租金如果可以回到十年前的層 如果租金回報是跟十年前一樣 那舖位的價錢應該回到十年前的價錢 那我就在想 如果商業舖位是這樣的話 那私人住宅又可不可以呢 那如果私人住宅又落到那個位置的話 那樓價又要跌多少呢 所以我特意上了 Centardata.com的中原數據網站 因為施永青很放手 給自己的staff做這些數據 在Google Map未紅之前 那位小朋友 我在說跌90後 香港以前人們最主要找地圖的方法 在網上根據中原地產 Centarmap.com 我當時都用很多 那當然Google來之後 Centarmap.com是沒有什麼改善 可能它 始終都不像Google 那麼多staff 所以就漸漸被淘汰 不過如果說香港樓價 一定是中原領先指數 根據中原領先指數 現在就是146 那大家想想 2007年的時候多少呢 各位小朋友 又是和他在聊天 各位小朋友 原來2007年的時候 中原領先指數 是過不了60 50多而已 即是要跌六成才漏回去 跌六成 哇很誇張 其實跟這次鋪位的租金跌幅差不多 亦是因為這個 之前的租金不但升 還要是租金回報下跌 租金回報下跌 即是同一份租金 你的樓價升了 如果租金又升 他的租金回報下跌 即是樓價升上升 所以才升那麼多賠 即是可以中原領先指數 在2007年至一五十幾點 升到上去現在的百四十幾 所以奉勸大家 廣東道當然就是我們中國經濟 近水流台 即是他最感受到的寒暑表 所以如果廣東道這樣跌下來的租金 其他年少大太的行業又會怎樣 所以大家如果想買樓那些 等下吧 將來的 聯儲還是零息 租金都可以這樣跌 對於那些沒有樓的人來說 我相信這段新聞是非常之溫暖 對於有樓的人來說 其實樓市最大好友我發覺 就是網上那些最喜歡留言罵人的那些 不妨罵我 本節目是由天羽財經 Sky Finance 獨家的呈憲 想知道明天有什麼會激怒你 訂閱我們Sky Finance的Facebook 和YouTube Channel 多謝大家收看